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呀 那就多買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歡迎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我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會繼續和大家分享一些自然醫療的資訊 最新的發現幫助你和你家人 能夠認識多些安全又有效的自然醫療工具 能夠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袁醫生你好 是Diana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我們請到位特別嘉賓 是陳振誠自然療法醫學博士Dr.Jim Chan 我知道我們的題目是生命健康的密碼 袁醫生你可不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Dr.Chan 我首先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今天的嘉賓 是陳振誠自然療法醫學博士 其實如果在我們的自然醫學界 我們相信很多人都聽過陳醫生Dr.Jim Chan Dr.Jim Chan 他本身是在美國的自然療法醫學院畢業 他曾經在西雅圖有一間叫做Bestier University 可以說在美國來說是首屈一指的 首最好的一間自然療法醫學院的前任董事 他也是在Bestier University 在Bestier University行醫的時候 他曾經也是加拿大Bestier University 自然療法醫學會的副會長 所以你看到陳振誠在這方面 是一個非常之資深的自然界的前輩 我們今天想跟大家討論那個問題 就是那個生命健康的密碼 大家相信大部分人都希望找到一個關鍵性解決方案 大家最近都聽了很多 我們在醫學上的探討 很多時候我們已經慢慢走入身體的基因方面 大家都覺得如果在那方面的探討研究 有機會我們可能找到健康的答案 我們今天很高興 陳博士、Dr. Jim Chang 就會和大家分享這一方面最新的資料 最新的資料 我上個星期我都和家人、幾個親戚 去了一個遊船 在我的侄子裡其中有一位 就是剛剛放棄了他的工作 去讀博士 我就問他 第一 你為什麼這份工作做到不做 他在美國讀的生物化學機械工程 他說原來他想做多些研究 他說我這份工作如果要做下去 就一定是一種研究工作 所以我一定要拿回博士學位 我問他你到底是研究什麼呢 原來他是一種電腦的人才 原來是研究基因的密碼 當然 在我的親戚方導演 我現在的侄子 原來是已經投身在這方面 好了 我們今天很高興 請到自然療法醫學會的 醫學界的前輩 陳博士 和我們真的 及早深入一點 深入淺出一點 來讓我們了解 到底我們現在在這方面 有什麼新的機會 有機會可以令到我們的健康和生命 有一個突破呢 好了 歡迎Dr. Chan Hello Dr. Chan Hello 你好 Hello 大家好 好了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開始 這個可能是一個很深入的題目 好像你說要深入淺出之內 是的 我們盡量 因為始終有時候 講到很技術性的事情 大家可能未必有明白 不盡量 我們會盡量一個簡易的方法 讓大家了解到這個這麼重要的課題 好了 何謂生命健康的密碼呢 不如講一些簡單的方法去解釋 好 人的身體沒有什麼 最重要是會想 是 會動 會吃 然後那個不是很文雅的文字 會去廁所 每次可以做其他事情 洗手 這樣也可以 是的 還有一件最重要的 就是有一定的程序 每天做這些事情 有一定的損耗 通常來說 我們對這些損耗的情況 我們形容就是 哎呀我又老了 好嗎 即是老化了 很簡單 譬如我們周圍旁的事物 有些什麼是會想的呢 不只是你的腦會想 電腦竟然會想的 有什麼會動呢 你開車就會動 是嗎 是 是 於是 你要入油的 有死氣噴出來的 車都正所謂會吃吃吃鱷 是嗎 食油 食油 放死氣 放死氣 放肺氣 那肺氣不乾淨 你都會污染環境 是嗎 如果你入油入得不漂亮的車 很快會在隧道中間拋樓 很麻煩 人無他 你只要會想 正所謂會做日常的事 正正常常 平平安安地度過 開開心心 這樣還不夠 因為呢 好像你駕駛車一樣出來 很多人 為什麼這麼多人去洗車呢 因為他想延遙一下我的車有多漂亮 多少時候去買新車開出來 你的心境特別不同 很漂亮 我覺得很多人在欣賞 其實車出外表漂亮也好 所以新車的時候 你不用去弄它 你都覺得車很健康 出來當然是好看的 除非你久了沒有去維修 沒有去換油 但你只顧著洗車 行客的車多漂亮 都在隧道中間死火 所以很多女性和男性朋友都有 每次去美容院 好像洗車場一樣 表面做完功夫 表面做完美女 在街中間暈倒 沒什麼意思 所謂生命和健康 第一 就是所有的程序運行得很順利 零件各方面 大家看我我看你 看得很漂亮 你想去哪裡就去哪裡 想停就停 另外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我們有個自豪感 外表 當然很多人去做一些比較人工化的功夫 讓自己自信心更強 因為人工化的事情做了 裡面全部都會散開 都覺得 人家在外面看到 挺好的 正所謂 啊 正 像剛才袁醫生說 我們人的細胞裡面有個程序 在細胞核裡面有個程序 我們大家都知道是基因 基因就像電腦一樣 在電腦會想 那他怎麼去想呢 當然要靠你開機 靠你進行程序 然後呢 他自己去做事 電腦做事的時候 沒辦法干擾 除非你拔制成停機 這個呢 所謂 細胞裡面 有個程序 全靠 好像電腦裡面的軟件 有一定的 code 有個碼 有些密 不是秘密 其實上天 將這些碼 公開給我們 不過我們最近 所謂的 Human Genome Project 才將整個人的基因 解鎖出來 解開了 清晰了 已經做了很多年了 做了很多年了 但最近這一兩年 才完整地 成功地 將人的基因 全部解鎖出來 是 後來我們發現 近來 發現 原來 其實都不是近來 老實說 這個有一個基因 叫做Ping 三基因 這個基因 如果你多手去電腦 去谷高那裏 或者任何的search engine 搜索器 查一下 你會發覺 有一個很特別的形容詞 而說這個基因 叫做Guardian of the Genome 竟然是整套基因的守護神 其實這個基因 在三十多年前 科學家已經找到 也不是近來的事 但是 當然很多時候 我們看到的事情 未必明白它是什麼 然後 經過十年的觀察和研究 才慢慢慢慢 開始明白它為什麼 透十年 其實我們以為 這個基因是致癌 也未定 然後第二個十年 就發現 可能不是致癌 就明白到 對人的健康 有少少的關係 誰不知 到近十年才發現 正正式式發現 原來這個基因 重要到 根本是我們整個人的基因 的守護神 不止守護神 他就是我們基因的 維修者 還是我們基因的 保護者 還是我們基因和細胞 控制的門檻 正所謂控制 所謂的新陳代謝 它有個作用 居然令到 基因維修不到的細胞 和老一些的細胞 會一刻的按鈕 令到它自動 所謂叫做 雕亡 細胞自動雕亡 就是細胞就會自殺 自殺了之後 它很靜靜地 就散了 走了 然後我們新的細胞 才會生出來 你會形容一輛車 如果你的車每天都走 但誰不知 你很多時候 每天都把損耗了的配件 零件 換身 那一百年是否還是新車 人一樣有這樣的可能 你是一百歲的老人 一樣可以二十五歲 這麼英俊 這麼健康 這麼完美 問題就是 我們有沒有這樣的意識 有沒有這樣的程序 有沒有這樣的小心翼翼去 還有有沒有去維修 還有有沒有地方 有沒有方法 讓我們去維修 我希望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些 生命健康的知識 因為始終人類 歷史以來 都很想追求長生不老 青春常住 這是人的追求 就是慾望 但有時候 有些人說 有沒有可能 新腦病死 是人必經之道 人之常態 有沒有可能 我們有機會做得到這個效果 當然 如果大家有聽我們其他節目 例如MJ13 不能說真相 如果我們有外星科技 外星人 你們可以看到 他們的壽命 是遠遠比我們人類長很多 如果我們聽聖經故事 聖經上也是 以前的人差不多 幾百歲的 對 對 用一般常理想想 我們有沒有可能 人可以變回年輕 無論哪個人 什麼營利也好 其實他都有一個 年輕的潛質 或者潛力 其實很容易看到 大家都知道 很多年紀大的人 都可以生嬰兒 你可能60歲 70歲 你可以令到一個媽媽 當然起碼是根元紀之前 懷孕之後 他生嬰兒的寶寶是什麼 是一個寶寶 這個人可能是60歲 70歲 但他身體也有些物質 可以製造一個 年輕的初生嬰兒 你從這裏的想法 其實是有可能的 我們一個年輕的潛力 其實在我們每個人身上都有 這就是基因的密碼 那裏的關鍵就是那裏 好 我補充一下 袁醫生 其實地球上有很多生物 是長命的人很多 好 譬如海龜 可以活到幾千年 幾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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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找到海龜 有試過有三千年 我們已經分析它的壽命 真的過千年 原來 如果你想想 我剛才跟你說 一輛車 如果你每天不停維修 根本不是不止一百年 可以走無牌 無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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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一個問題 我們知道 人是曾經記載過 有若干舊時的人 是活到三百年 甚至聖經裡面的傳說 但實在中國境內 四川省內 有一位老中醫 叫做李忠元 他事實是活 證實了 他真的活到超過三百歲 這是事實來的 原來科學家發覺 都不是什麼秘密 發覺有個科學家叫做Heiflick 他有個叫做Heiflick Hypothesis 因為暫時很難證實 都是獨作假設 其實那個Heiflick Hypothesis 就發現人根本受終正寢 正式是有一百二十年的壽命 一百五十年 一百二十 一百二十 原來他發覺人的基因 整組基因 有一條尾巴 這個尾巴 中文叫做雷粒 英文叫做Telomere 原來人的基因 剛剛好只有一百二十 一出生完美的時候 一百二十個segment 每一年 莫名其妙地 每一年 我們會失去一個segment 即是失去一段 失去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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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一百二十個 正所謂多健康 每一年都會忽然間 身體的功能會停止 就像電腦 程序已經走到盡了 他自己會懂機 原來這個雷粒的用意 就是當我們細胞再生多一個細胞的時候 正所謂細胞分裂的時候 我們需要有一個好像影印機 好像複印機一樣的東西 英文叫做DNA replication 它要放在原有的基因 才能複製到那一段基因 複製這個機器 你想像它好像吸一吸一吸 吸到最後那一段基因的時候 它一定後面有些東西放著它才行 如果沒有東西放著它 它就會掉下去 硬是我們的基因 到最後那一段 硬是做不完整的話 變成軟件程序 沒有辦法運行 你的身體會很快 會忽然間暴斃 很多事情都不再進行 那你就死了 原來這個雷粒的長短 和人的健康是有直接的關係 當然你年輕健康的時候 你的雷粒有足夠的長度 出生的有120個層 根本上現在在醫學界上 可以把細胞的樣本 花點工夫 可以知道你剩下多少折 這些雷粒 根本上你知道自己多長命 已經有一個科技 有一個科技是可以測出來的 還有一個科技可以延長這些雷粒 你想想 如果你一美延長這些雷粒的話 你複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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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原因是用中醫的陰陽五行的理論 來補身、滋補等各方面 但隨不知是不小心 將自己的雷粒增長到 增長到三百多歲 現在實在是有這樣的具體的東西 我們可以用來增長 當然很多事情都會斬斷這些雷粒的節 例如過分的憂慮、悲傷 原來可以減少 正所謂 所以我們經常罵別人 你做什麼這麼懶惰 嚴命長嗎 真的 負面的感情 例如自由基、遊離基、市面上的地溝油、煙仔裏面的助鹽劑、農藥殘餘 很多東西 或者有毒的藥物 副作用很大的 基本上會令類粒的長短改變 當然有些正面的東西 和有些很特別的東西 可以延長你的類粒 這個英文叫Telomere Telom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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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相信很清晰 這次陳博士當然很清晰 也可以解釋了我們一般人的經驗 和過去的現象 我們知道有些東西是令我們短命的 有些東西是令我們長壽的 但是最基本的那裡是什麼東西呢 可以這樣說 現在的科技是30年之前已經有 因為我跟這個集製談談的時候 他說我有沒有聽過P53 他說這個講成幾十年了 我也有一些孤流寡聞 我最近都是在我的醫學雜誌 開始提及 以前是研究了很久 正如陳博士說 他說 其實早期我們看到這個基因的時候 都不知道它的性質 最初可能以為對男性有關 或者是癌 最最後發現 原來它竟然是我們所謂的監護者 我們的保護神 即是我們關鍵性的鑰匙 其實原來是P53 其實原來是P53 那方面的 Telamere這個資料 是最近才開始公佈的 我最近是幾年前 我在醫學雜誌裡面 就已經聽到 那個長壽的秘訣 就是在雷粒Telamere 這個基因那裡 這個基因的長短 是決定我們的 當時在這份醫學雜誌報告 也都說 應該有個科技 是可以 防止它斷落 甚至可以延長 還可以延長 厲害 這個是我們可以說 非常之令我們 怎樣說 是非常之開心的一個突破 也都可以看到 其實在我們古代的醫療 在中醫裡面 其實已經有人 已經做到一個這樣的效果 不是一定要一個很高科技的 但其實很多東西自然間已經有 只不過我們懂得用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令到我們長壽 當然背後的機制 是因為影響我們的基因結構 亦都我們的環境污染 我們無謂的副作用多藥物 以及情緒 我和大家也分享過 是九大致病的原因 其實最重要最重要的是 我們的負面情緒 沒錯 亦都有人說 百分之九十五的癌症 背後都有一種負面的 或者情緒的創傷 沒錯 我們可以利用這些基因的改變 在某個程度上 剛才陳博士跟我們分享 很明顯我們已經認識了 就是生活方法 那個飲息習慣 我和大家說 以前和大家最近都談過 就是負面情緒 是一個原因 致病原因 我們那個 疫苗注射 我覺得 因為很多疫苗 其實在某個程度上 是一種毒藥 是 一種毒素 直接打入我們血管裏面 是未經過我們身體正常的呼吸系統 其他消化系統的保護障礙 是很危險的 亦都是抗生素的濫用 我和大家也講過 抗生素濫用 是導致我們現在的病 很多因素 食物的酸鹼問題 我們也有五集 是講過鹼性食物和酸性食物 其實我們的食物裏面 是過分酸化的 都是菊類的食物 澱粉質的食物 還有就是飲水不足 這也是一個導致我們病的原因 水銀的 那個圓 當然圓以前我們比較多 因為我們以前的油漆 很多時候都有些圓的成分 當然我們已經最近 我相信不會有些油漆 會含有這些成分 但是我們口裏面的 保牙的貢 那個水銀 其實很多人都在用 雖然在歐洲已經禁用了 我知道在加州 醫生牙醫的診所 都已經告訴你 保牙的水銀 可能有些問題 先通知你 如果你真的要反對 你可以反對 否則我們便會用 你看看水銀是一個問題 還有精煉的食物 精煉的食物 精煉的食物 意思是精煉的食物 精煉的食物 就是將營養拔掉 剩下的食物 就是所謂精煉的食物 為什麼我們會有這麼多精煉的食物 主要原因是 使食物可以保持久一點 因為它保持久一點 即是連蟲都不會吃 什麼可以令蟲都沒有吃 就是完全營養都沒有 蟲都不吃 蟲都不吃 可以煮藏的時間長很多 但是你可以想到 這些是沒有營養的食物 是食在我們身體裡 令我們消耗其他的酵素 消耗其他的礦物燃和微元素 可以說是令我們更加衰退 最後就是我們所謂的環境 大部分人都是想過環扁為主 環境污染、市面的廢氣很多 殺蟲藥 現在已經開始說了 基因食物的問題 以及很多化學藥、西藥 會導致這個問題 一句都說了 最重要的是 保護我們的基因 以及不要損害我們的基因 你的電腦 不要經常踢它、扔它 以及經常弄好程序 你可以健健康康地過日子 好了 這一節剛剛夠時間 我們休息一下 下一節就和大家繼續 生命健康密碼 我們的嘉賓是陳振誠 自然療法醫學博士 好 很快回來 我們平時喝的水 都充滿了重金屬、雜質、氯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生命資源、健康之存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回到第二節的自然療法與你 今天我們除了有 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在此之外 還有陳振誠自然療法醫學博士 在這裏跟我們講一下生命健康的密碼 好了,我們剛才跟大家講述過 其實健康的關鍵是由基因方面可以看得到的 對,我們也跟大家簡單講一下 是P13這個基因 以及我們叫做雷粒 Telamere 我相信如果大家讀過生命學 至少大學的程度 其實我們香港的中學程度 有機會接觸到基因這方面 我相信這個資料 應該使用通識教育 每個人都應該要學得到的 不只是讀生命學的學生 才有機會用得到的 好了,問題就是 既然P53是一個關鍵的基因 我們有什麼可以做呢? 陳博士,在這方面 我們有什麼可以用盡P53? 其實我們與生俱來 如果有一套好的P53基因 就真的所向無敵 如果生出來好的 生出來好的話 事實上有些人 因為某種原因 多數是遺傳的原因 是會有一個 與生俱來有一套比較弱的 還有有問題的P53基因 在醫學界上面 有一個很嚴重的症狀 微腦鮮衰 真的有些微腦鮮衰症狀 是他到四五歲的時候 的樣子就變得 大家都可能聽過 上網都找到 真的好像六七十歲 七八十歲 八嬰公八爺婆 幾歲大已經 原來這些居然是 與生俱來 是出生的時候 已經是少了P53基因 少了 直接沒有了 沒有辦法去補充 也有些人 與生俱來有一個 比較弱的P53基因 正所謂抖兩抖都鬆了 所以中國人 上一代 正所謂有時候 假取的時候 就要調查三代 為什麼要調查家宅 原來很簡單 都是近十幾年 美國有兩位醫生 一位叫Dr.Pfederick Lee 真的是中國人 但但是美國出生的醫生 另外叫Dr.Raframani 这两位医生根据他们毕生的临床观察 有一个英文叫Leigh-Farmony syndrome 用这两个医生的名字是群后综合症 这个Leigh-Farmony syndrome 居然有些人特别喜欢生癌症 通常来说生癌的人一生一世生超过一种癌的几率是相当低 亦相当少 这些人不只是一生一世里面是两个、三个、四个甚至五个不同的癌种母 而且很年轻已经开始生癌 根据他们的观察大概是46岁 如果年轻过46岁生癌的人 由于偏雅三基因有弱点的原因比较高 还有有些人就算不生癌也好 谁不知他们第一层血统的亲属 到第一层血统的亲属 到第二层血统的亲属 都有不同的癌种母 有些人都会冒出的 于是当时对基因不太认识的时候 他们就这样叫Leigh-Farmony syndrome 因为是很绝对 即是很有规律地冒出的群后综合症 慢慢我们也明白到 再进一步深一层研究 原来这些人的偏雅三基因 实实在在是有一个弱点 有一个弱点 如果你的生活是平平稳稳地过生活 不是乱搞坏的偏雅三基因 他们可以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地过一世 可以避到这个难 避到这个难 但是如果有些东西 你把偏雅三基因損害了 它比较容易受損害 正所谓很容易有这个群后综合症 就是不同的癌症 而且很年轻 而且近亲都毫无了 这个叫Leigh-Farmony syndrome 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希望大家不要有一个错觉 就觉得很多东西是天生的 整定的 如果你是驗到有这些基因 你一定会有癌症 因为大家最近都听过 都知道 一位何里会一位很出名的女明星 就说了自己 原来她是有这种乱癌的基因 所以她就决定 所谓做预防 就将那个乳房全部切除了 下一步还想着子宫切除 在我们的自然医疗的角度 我觉得这个就是不需要一定这样做的 因为其实 基因全面全在 不是代表你一定会有那种基因的病 是很重要的 是关乎你的后天性 我希望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里面 是跟大家分享多些这方面的资料 始终你说删出来是这样 那就算了 认命也好 但其实很多是后天的因素都挺重要的 首先陈博士说查三代 我不知道查三代 是早期查你疾病的遗传 但在我们的自然医疗里面 在同类疗法 我也都有这种这样的概念 譬如有一个疗剂叫做Casinosum Casinosum的疗剂 通常我们在什么情况应用呢 如果我们发现病人的家族里面 其实有很多这种疗症的倾向 加上有些病人的症状 譬如眼睛是大蓝 睡觉中要跪着睡 或者出生的时候 很多我们叫做birthmark 那些胎字 其实这些情况 当然了 我们Casinosum 将来有机会和我们的节目 会和大家分享 什么叫做癌症療剂的症状 性格方面 它有特别的特异性 跟大家分享这个意思 其实我们也接受 明白 是有这种弱点 但其实我有处理方法 在同类疗法 也有同类疗法的处理方法 陈博士一会跟大家分享 有其他方法 我们在生活方面 其实也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是的 你说得很对 袁医生 譬如胎痣 其实是一种基因突变的象征 有基因突变才有胎痣 因为有一种病 叫做Neurofibromatosis Neurofibromatosis 我们医学界上 很特别的胎痣 英语的名堂叫做Cafe Olay 就是咖啡加奶 淡淡的中式的Cafe Olay 通常出生的英语 如果超过五个这些 就是印胎痣 很大机会有遗传的病 叫做Neurofibromatosis 这些人会有一个倾向 在年轻的时候 会有不同的 软组织癌的病法 我们看得到 虽然胎痣3 不是正所谓唯一的基因 是很重要的 当然有很多其他的基因 譬如 甚至乎有Brecca 1 例如那位女明星 有BCL2 不同的 譬如那位女明星 他验到Brecca 1 他没有验到胎痣3 其实Brecca 1 他说的Brecca 1 是很近期 跟乳腺癌有很密切关系 但问题是Brecca 1 通常有了这个特别的计划 这个也只是一个计划 不是基因 它只是一个基因的表现 有了基因表现 没错 它是生乳腺癌的基率比较高 但不是代表不会生其他癌 老实说一句 所以日本有一位癌科专家 和研究者 叫Dr. Kobayashi Dr. Kobayashi 1994年 已经出了一篇 世界供应的文献 在《Cancer》 《Cancer Journal》 是NCI 在美国的《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刊印出来的 已经是经过无数 那么多科学家 和医界的资深人士 審核过 是完全没错的 这样出街 他是跟踪了2162个健康的人 跟踪他们 若干年之后 他的结论是相当惊人的 就是一个健健康康 没有诊断到癌症的人 的人群里面 一千个人里面 只有一个人 体内完全没有癌细胞 只不过其他99位 人群人者 只不过有时有些癌细胞 人体的免疫功能 是将它毁灭了 正所谓有癌 你都平安度过 不知道 所以人与生俱来 虽然上天给了这么多好的东西 我们第一件事 就不可以弄坏它 第二件事 就是要保存那些 不停地帮助我们维修 和保养的东西 当然我们的医食住行 各方面都要留意 正所谓袁医生说的 是后天 我们要懂得如何保养 如何去疏我们自己的身体 当然我们在现代的社会 我们会遇到很多 化学物质 除了不开心的东西 还有很多我们控制不了的 譬如有些某些地方 用一些不好的地溝油 很高的自由基 很多不同的药物的残余 在食物那里 除了留意之外 可能要做多一点工夫 来到去帮助我们自己 走这一条健康人生之路 是的 在节目之前 我们以前都和大家 应该都分享过一本书 叫做《癌症不是病》 Andre Morris 幸好这本书 我说得中文 已经有人翻译了 Cancer is not a disease 这本书已经翻译了中文 在我的处理癌症病人里面 我通常都要求他 开始趁这个机会 或者这个危机 学习多些有关健康的正确讯息 在Andre Morris 那里也提及 好像刚才陈博士所说 其实我们个人都有癌细胞 大部份都有的 一千个里面一个没有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用科技去拨命去找 你一定找到一些癌细胞 所以大问题就是这样 好处就是这样 我们其实95%的人 有癌之后 都会自己治好 身体有一个机制 是不断维修自己 包括癌在内 所以他本书第一个大前提 在我们诊所里面 我处理相当多的癌症病人 我觉得第一件事 就是在我们的态度上要改 因为既然95%的癌 都是跟我们的消极情绪 有很大关系的时候 如果那个关系不改 其实你的病就会来 我们未有机会 跟大家介绍 有另外一本书 叫做Dying to be me 为什么这本书 我要跟大家提一提 因为作者是Anita Mojari Anita Mojari 是一个香港人 一个印度籍的女性 是在香港成长的 他本书是说他自己的经历 他曾经在2001年左右 患了Hodgkin's lymphoma 一种临巴癌 逝世完之后 他差不多剩下85磅 周身流肿 脏了 最多进入医院 昏迷状态 就进入了另一个境界 或者入阴间也好 我不想叫阴间 我叫另外一个境界 那他那里 他发现了他自己得癌的原因 就是他一生充满恐惧 一生有很多内疚 经常觉得自己不好 经常都想讨好别人 最后他在另一个境界 他突然间的灵感出现了 他的身上也好 脑海也好 他知道应该回来 将自己的癌症 可以很快医得好 结果他就没有继续去 因为他在灵界那里 遇到他过了身的 十年前过了身的爸爸 遇到他两年前过了身的 很好的朋友 因为癌症过了身 他对这两个人 都有一种内疚的心情 他觉得我爸爸我小时候 因为我们印度的风俗 我在香港长大 西方的文化 我是跟他格格不入的 我又不太听我爸爸话 他经常都很内疚 跟他的朋友也是 因为他见过很多亲属的朋友 是癌症死亡的 他经常看着他死 这个好的朋友 他在那两个星期 他不敢去见他 他这个很好的朋友 真的癌症过了身 他又很内疚 所以他一生充满这些恐惧 负面的感情 对 负面的情绪 结果他自己也患了这个癌症 好了 在这个急症室那里 其实当时他进了养和 在养和急症室里面 他就离开了那个肉体 然后那个灵界 进了另一个灵界 他见到整个急症室里面发生的事 医生说了什么 旁边他说了什么 还有他的弟弟 在印度 然后趕着飞机来香港找他 他就想和他弟弟说 不用担心的 我没有时间 不用这么急来 他完全可以说 整个宇宙的事 他一时间完全感应了 不是一种听 而是一种感应 好了 他去到灵界那里 爸爸跟他说 虽然这里很开心 他跟大家都分享 他说 那个境界是非常极乐的境界 不是什么地狱 是一个很好的境界 但他父亲跟他说 他说你时间未到 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于是他就叫他回来 他自己都了解到 其实我明白为什么我有癌症 他回来之后 在一个星期之内 他那些尾期第四期的 Hodgkin lymphoma 淋巴癌 完全康复了 很厉害 这是一个真人真事 那本书叫Dying to be me Anita最近在美国有本书出了 2011年 在美国纽约的流行榜是最高的 所以她最近在美国 全美国是环游美国 欧洲 因为很多人很想听她 到底她的信息 她去到另一个境界 回来的信息 这本书叫Dying to be me 暂时好像未有中文版 好像很容易看的 我觉得很建议大家去看 不要说面临癌症的死亡边缘 才可以开始了解 其实这是很重要的资料 好了 当然我们心灵的健康 是相当重要的 没错 袁医生 这是一个很好的实例 是反映到人的脑 人的潜责 和可能性 因为说到灵界存在 与不存在 这些当然是相当主观的问题 我觉得始终有可能 这位女士是很实实地 利用了她身体内的生理状态 和各方面的幻觉 我相信是有一定的作用 如果再实在一些 我们不是每个人都遗神论 或者信有灵界存在 不是每个人去黄大仙拜神 虽然我们听过 有些人生病的时候 很虔诚的 很诚心地去黄大仙 求到江湖化了她 沖水喝 真的有人好 或者我们遲些 相信可以说整个小时 可以过很多小时 不止整个小时 但实在是有科学根据 不是我们想到 跟谁说话 跟谁说话 这些可能存在 但如果我们在实质 在实在的生活中 很多事情 除了正面的感情 和正面的思维之外 很多时候 有很多事情 可以直接保护 和直接提高 偏颜三 对我们的基因维修 和令到不好的细胞 自动凋亡 这些是很实在的 譬如 在我们日常的食物里面 姜 姜 这么简单 在中国人里面 是很传统 而且每个人都会告诉你 每个老人家 甚至言论 比较老套的中医 告诉你 姜 很简单 因为它是俱风 老人家还告诉你 不是俱风 那么简单 而是辟邪 为什么呢 其实姜 不是真的俱风 和辟邪 原来姜 成分是姜 令姜 有辣辣的味道 这种揮发型的物质 Gingeral 居然是 我们发现 直接 提高 P53 基因的运作 原来是 有直接 我们找到的受体 我们知道 那个机制 如何运作 我们都已经解释得清清楚 我们还在正式的科学文献上 是有这种研究 发表了有十年长的 另外呢 就是什么呢 另外还有一种食物 大家都听过 这些都是好东西 是黄姜 Tumeric 或者Cucuman 即是咖喱里面 黄色的东西 黄姜 竟然 我们发现 直接保护 P53 就算你的P53 有弱点 很简单 我就是P53 弱就弱 我与生俱来 没有办法 我父母 没有得选择 我没有得选择 我没有得选择 除了我们的P53基因之外 就做多些 保护 和激发 我们的P53 的运作 那么 姜是其中一种 黄姜 就是我们咖喱里面 做到它黄色 那些植物 我们发现 所以 我们科学家 所以后期 医学界 英文叫 黄姜 Tumeric 做什么 做 Chemoprevention 我们日常可以 多用一点 直接是 食物里面的化尿 我们可以回回头 说一句 大家都知道 英文就说 Prevention is worth a pound of gold 就是说 预防等于成金黄金 不行 黄金现在跌价 没什么用 我们可以说 预防什么时候都胜于治疗 几千年前 《皇帝内经》里面 有一句很贴切的说话 是 上宫治未病 下宫治已病 即是 好的医生 未病才治 没错 水皮医生 不是说医生水皮 即是 内经里面引用的 下宫 即是 没有那么 职励的医生 就是有病才医病 才会医病 所以 袁医生 现在发表这些言论 推行这个运动 是相当重要的 重要到 在B.C.省政府 在三届前的省长 这个省长叫 邓德森 中国人都可能听过他 他居然是强迫 B.C.省政府卫生厅 拿了五百万出来 特意开设一个 叫做Office of Prevention 在预防疾病办公室 当然 他说他浪费 所以他一落台 这么小的部门 就直接铲除了 五百万 五百万 好凶 在B.C.省的卫生署 不够买原筆 这个很悲 好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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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有一天 袁医生做到 就是说笑 香港特首 你一定要开一个 预防医疗部 真是没得抵抗 在我们另外一个节目 是自力更新 都跟大家谈吐过 其实真正的力量 是我们每一个人 是自己做些事 就不是一直等一些 所谓领袖的人 帮你做事 大家有机会 我们Better Hong Kong 香港健康大腾动 你可以帮助参与 我们其实很多具体的事 是一定要我们自己 每一个人做事 记住 自己每一个人 是出一番番力的 好 还有什么工具 还有什么工具 什么工具 就是当然不要损坏 那个偏近三基因 比如烟仔 里面的游离机 或者自由机 以及座原剂 食物 或者是其他的入口 即是进入口 不是进入口 那些农药的残余 譬如很多霸道 正所谓很负重很大的合成的西药 譬如抗生素 对偏近三基因的完整度 以及运作 有一定直接的冲击 很简单 负面的情绪 也会影响偏近三基因的运作 一个正面的情绪 也会影响偏近三的运作 或者我们稍后可以讲一下 怎样可以用情绪 因为事实上人的情绪 是靠交感神经去控制 我们有交感神经 和副交感神经 我们稍后可以讲一下 怎样去激进 提高我们的副交感神经 令到我们更加其他 我们将来陈博士 会和大家在《自然疗法院》 这个节目 再不断分享他这方面的知识 以及最先进的知识 但我们说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其实是什么呢 是一种预防性治疗 提升高质素的健康 就等于预防 就不是经常去什么 很多人有种错觉 照什么照废 预防检查 这些事件 我都和大家分享过 25年的做法 几万人去做例行事件 比较几万人没有做 25年的健康 是没有患病率 死亡率是没有分别的 所以真正正的预防 是尽量将自己的身体 提高一个高的状态 保持一个高的状态 就不是说厌到有事才去做事 首先陈伯伦和大家 姜和咖喱 简单一点 黄姜 你知道我们的电脑节目 很多人听的 亦都很快 香港人会懂得用咖喱 和大蒜和蒜头 蒜头 里面亦都会保护我们的基因 令基因没有那么容易损坏 好奇 好了 我们今次 我们说他辟邪 算了 对 可能也有惯 为什么这么有趣 有效的东西都说 驱风又辟邪 因为中医的邪是一种病气 有时候邪都未必一定是灵界的邪 他有一种叫邪气 这些病气可能是不正常的细胞 有时候说法是一种坏的细胞 不一定是灵界的邪 所以中医的辟邪 其实是evil force 这样的意思 好 时间都差不多了 我们陈博士非常多谢你 今次跟大家分享这个 非常有用和非常实用的资料 我们今天所说的是生命健康的密码 我们陈医生已经加入了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他会成为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顾问医生 大家如果需要陈医生的时候 可以在我们的中心预约见他 大家不要紧要 大把机会将来自然疗化与你 你会不断听到陈振成博士 和我们所分享的最新的健康资讯 OK 多谢大家 多谢大家 好 今集多谢Dr.Chan和袁医生 如果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会诊的 2577-3798 拜拜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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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